各级移民管理机构通过严密边境一线查及 严格边境辖区管控 强化侦查破案 坚决查处各类违法犯罪 上半年 共立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 8419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2.1万余人 同比分别上升220%和271% 查获三非外国人3.1万人 查获非法出入境人员8.5万余人 破获毒品案件578起 缴获各类毒品5.63吨 抑制毒化学品352.25吨 捣毁吸贩毒窝点40个 查缴各类枪支1430支 查获了一大批的走私案件 有力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有力地维护了国家安全 边境口岸稳定 不及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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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及